9.3.3 怎麼樣?開船的阿 站10K站10K了 趕快 這彎道超硬的 退檔 歡迎來到練車計畫第二集 我們今天人來到了目前在10鼎 前面剛剛看到就是10鼎小七 那因為前陣子太多網友為 重低手抱不平 覺得我們訓練實在太艱難了 所以今天我特別規劃一段 算是兼具放鬆又可以有訓練效果的一條路線 我們再來預計從十病小七出發 沿著這個106線道 然後一路騎到十分瀑布 就是十分老街那邊 那沿湖呢 過程中大概總長20公里 爬身只有200公尺 所以我覺得對你來講應該是輕鬆可以挑戰完成 對於今天的訓練你覺得狀況準備得如何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就可以而已 我跟你講我們最後到那個十分老街 還特別準備了一個行程就是 因為你沒什麼來過十分嘛 我以前都沒有來過啊 我們今天特別為你準備一個special 等一下到那邊再幫大家揭曉 那你今天對於訓練目標有沒有設定什麼計畫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騎 你要嘛就是停下來然後休息很久 他不然就是騎到快生氣 我今天設定了三大目標 就是不摔車 然後不停腳 好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騎到我一直推他 覺得要推啊 不要被偷推啊 今天都有生氣起來 好那我們今天20公里的訓練 準備出發 GO GO 我們往十分老街前進 準備好了嗎 GO GO 出發 我們今天的訓練目標啊 因為這個緩坡大概爬升200公尺而已 所以不是要練你的很累的這種上坡感覺 目標是要訓練你的這個變速的綿密程度 因為會有上坡下坡一直接去啊 所以你要習慣去腳感變重就要退檔 那腳踩空開始進檔 習慣你的腳啊 持續的去做進退檔的這個動作 第一個小考驗 上坡就快結束了 這邊只有6%而已 他撞到我撞 他撞的時候你就怎樣 你知道嗎 他手頂出來 我就會被撞 你不能直接被撞倒 如果你路上有人跟你一起騎 靠近頂開這樣 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你在亂教耶 我沒有啊 我沒有說你在亂教 用身體 因為你靠近車子 打到車子一定直接翻倒 所以你要用手 慢慢退 對慢慢退 越重越退 不要煞車 這趟試著不要煞車 等一下又接上坡了 你要讓下坡的慣性帶到上坡上 再進檔 對 再進檔 再進再進 好 維持這樣的感覺就好 手握穩 眼睛看遠方 有沒有 前面就上坡了 所以要把下坡的慣性往前帶 好 維持退檔 開始退檔 因為變重了 OK 我們已經騎了4.5K 前面這一段啊 主要就是緩緩的上上下下 其實剛剛這樣看下來 就是縫底鎖的小盤 後面的變換檔位 已經慢慢變得比較順 看到上坡就知道要退檔 看到下坡就知道要進檔 那接下來就是 加上大盤的融合變化 因為 右手小盤嘛 左手大盤 但剛剛都只有後面在變而已 所以如果接下來可以陸續把大盤也加入 它在上下坡的這個變速的技巧 提升之下 騎乘當中的這個輕巧程度 我覺得就會非常有感的升級 所以 接下來就是讓它繼續習慣這種 緩上緩下的過程 去調整變速的檔位 還OK吧 今天的天氣 今天算很涼了 但不會冷 很舒服 很涼嗎 你汗超多耶 那個剛剛幫你打氣的時候流冷 哈哈 你打氣已經過了16分鐘 你還沒有乾掉 那我就比較慢冷 喔 OKOKOK 我核心很容易過熱耶 哈哈 大家有可以吃冰嗎 今天路線可能沒有 今天路線到十分老街 再看一下有什麼可以吃 再來再來再來 肩膀放鬆一點 眼睛看前面 快騎完啦 已經過一半了 怎麼樣太喘了 加油我們現在騎了 7.72公里 還有多少 還有13公里啊 三代原則 已經失去一個原則了 不摔車 不落地 不去脾臉 我已經落地了 不摔車基本了吧 不去脾臉 應該 應該不會去脾臉啊 這是我的企劃耶 一定要完成啊 GOGO 好 你要不要站起來 試試看抽車轉換一下肌群 別演出啦 我沒有演啦 我真的快摔了 上坡轉換一下比較好啊 上坡轉換一下比較好啊 上10K 上10K了 下坡休息 開始變重踩快點 上天燈 金銅老街到了 上天燈 看到這邊就知道我們離終點已經不遠 現在已經11.5公里了 平溪的天燈 這邊是金銅的天燈 這邊是金銅的天燈 我們會到平溪稍微讓你休息一下 好的 幫你降低一下你的核心溫度 然後吃真的很難吃牛肉麵 很難吃牛肉麵 這10分 現在已經來到平溪 但是因為這個核心溫度過高 沒有辦法運作了 明明就現在天氣才21度 就有45度的核心過高 沒有 我手錶是在叫欸 你說 嗶嗶嗶嗶嗶 過熱過熱過熱 對阿 你說稍微好像回憶上面一樣 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 好啦啦 那你現在吃一支 降溫一下 有稍微下降嗎現在 但有好一點 像橘燈 OK 我們就等到綠燈 再通行 那距離剩下最後的7公里 最後的路段我覺得不算很難啦 因為前面的路段比較多上上下下 後面幾乎是平路了 等下從平溪到10分 只限在7公里的路程 那最後這一段 希望你在核心溫度下降之後 可以 有點孫 孫吶 孫吶 破風 你現在在叫我破風嗎 現在你沒有風 要破什麼風了 破傷風 現在是14K了 最後6公里 你的核心溫度現在表現如何 我覺得大概 剛剛看了一下手錶是34度吧 你這手錶很屌欸 你這樣講下去大家都想買 最好還可以測自己的身體溫度 我的診斷 幹 趕快 這彎道超硬的 退檔 快 你看過來了 車子快撕開了 車子如果這樣撕開真的是 不行賣好不好 這個可是環法等級的車子 要相信他 下坡了 休息一下 下坡下褲 下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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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唷 現在叫我不用偷推了 厲害了厲害了 我剛剛真的是衝有點遠才追到你 你剛剛下坡有吃到那個加速 所以趕快踩一踩啊 不錯不錯不錯 你要慢慢學到了啦 今天的20K算是經驗累積大增 你剛剛那樣下坡的表現啊 就是你有用到這個下坡的加速度 帶到平路的上坡 其實你就會覺得後面上坡不會這麼辛苦 對啊 你一開始都太保守 所以你的下坡都殺太多車了 這個時候你在上坡的時候就會很辛苦 因為你已經完全沒有那個慣性了 所以就是下坡的時候 能盡量 當然這個要熟悉路況 如果你是去一個第一次去騎乘的路線 建議不要下坡衝太快 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突然一個90度大轉彎 但像這條因為 我有來騎過 所以大概知道就可以 用這個慣性速度往下 因為你在上坡的時候 像你剛剛速度往下滑再上來 你只要稍微踩一下 你的力量就會傳導很快 我要追你就會有點辛苦 不錯 結果2K了 YES 我們來到了10分車站了 完成了 現在已經完成距離 目標20公里 但今天實際只騎了19公里 可能有一點點落差 但沒關係啦 我覺得今天騎乘表現整體來講 後面後半動我覺得進步蠻多的 你覺得騎下來感覺怎麼樣 我前面很卡 可是後面就知道自己變速要怎麼切換比較順暢 對 因為前面它其實下坡有點畏懼 它就是下坡是那種 一定要煞車煞到時速10公里以下 所以就是這樣很慢 然後一回到平路就接著上坡了 這個時候你下坡的優點好處都沒有使用到 嗯 所以這次其實我特別幫你準備一個小禮物 就是這個 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在10分車站 這邊很流行就是放天燈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寫什麼 寫什麼 美夢成真 減肥成功 什麼啦 希望你可以就是趕快減肥成功 好不好 這個就掉在你的包包 看到就要想起來 有那個終結單身桃花朵朵的嗎 不用這種啦 然後減肥成功就會桃花朵朵了 對啊 但是這樣瘦下來就可以 但我覺得整體來講 今天它的騎乘表現真的算有進步 在後半段其實 下坡啊 甚至在變速的轉換上 可以把大盤融入 因為原本它就只會切小盤 那 這個 在10分這邊我們 因為環保 我們就不要放天燈了 但是 可以拿這個回去紀念 這弄一弄還會亮耶 很厲害耶 好啦 那我們差不多可以去吃午餐了啦 今天練車算也練得很夠了 等一下就是 給你把果凍應該就夠了 夠啊 不然浪費這次訓練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 算是10分 這條我覺得也蠻適合新手訓練 因為220公里的路程 如果你還想加練 你可以直接再騎回去 就試死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回去 這邊有火車可以搭 那實際的爬升大概是200公尺左右 我覺得蠻適合新手 就是緩上緩下 可以去習慣這個變速的感覺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練車計畫 第二集啦 好啦 我是你的叫楊哲瑞 我是鳳龍哲瑟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 掰掰 來來來來 吃了 我下了 我都下了 你看 你吃那麼爽 很爽 你看 喜歡吃的時候就是用 鳳鳳吃啊 你看 有肉 有菜 然後雞腿肉 那種骨 然後 再來一點水煉 魷魚角 凍豆腐 嗯 你自己吃是瘦魚燒 豆腐咧 好好吃喔 這個明天見 金燈菇